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没有提前做精细的PPT 幸好我电脑里面存着这张地图 那么我就从这张地图讲起 就是 那我第一次去金门的时候 那个李县长拿金门高粱招待完我之后 那个文化局就安排我去带我去住那个民宿 然后走到一个那个村口 走到村口我就说那边肯定是个赛鼓场 在过去是一口井 然后是一个小庙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这就是我老家一模一样 因为我的老家是厦门西郊 他金门本质上是厦门的东部的家区 我的老家是厦门靠在大陆这边的 姓林这边的村庄 然后我说那个就是我叔叔的房子 那个旁边那个就是我姑妈的房子 但是事实上呢 我的老家早就变成了开发区了 那个浪荡子拿到那个卖土地的那些钱之后 二三十万两三年就赌光了 然后就只好进那个工厂去打工 他们比起江西和四川来的打工妹 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们还有个房子可住 我的姑妈是个聪明人 从小数学学得好 所以她很早就把她丈夫家的主宅给拆了 盖起了那个桶子楼 然后成为一个包租婆 每个月坐收几万块钱的租金 过得非常滋润 于是呢 我小叔叔也就动了这个心 就非常想把我们家的主屋也给拆了 然后现在成为摆在 我是没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哥是才是长孙 成为摆在我爸爸和我哥面前的一道难题 到底让不让我小叔拆那个主宅 来改善他的生活 好这个是当我思考这个中山公园计划的时候的 一个基本前提 就是我们有传统 我们有有现在的这个这个现实 那么我画了这张地图是从那个你看这边有书报亭 然后有地铁口 有卖饮料的地方 然后进来会有宣传栏里面会有劳模的这个的照片 然后会有科学知识 计划生意知识 然后会有建国者的雕像 然后在这个画面的右下角这块区域 基本上是谈论从家到国的一个一个变迁 所以这里出现了福建的土楼 我们以前的整个社会组织是以这个池塘为中心来来构造的 当然也有井口作为认同的归宿 井口大概是相当于现在的微博 是那个飞短流长说说那个八卦的地方 就是女人的这个公共空间 然后婚姻 由那个媒人来来包办 但是在我的公园里面这里就出现了交语舞会和相亲角 然后然后有了网吧 然后有了学音译的音语角 然后一次就有了跨国婚姻 然后就有了在教堂里举办的婚礼 然后生出来的孩子开始不是由家庭来抚养 而是由幼儿园来供养 然后家庭的安全由居委会和公安局来负责公共安全 不再是由家庭来供应你的安全 在这些公园的长椅上 有那个现代爱情制度的逃兵们 他们在占据这些椅子 在这张地图的右下角 基本上是讨论了 画的是公园里面的这个气功班 在上海中山公园里面那些在摩天道楼包围之中 在草地上搭帐篷野餐的中产阶级 放纷争的人 然后癌症患者和气功班 以及学太极权的老外 这里有一个钟楼是八小时工作制度 所以这里面谈论的是周末的政治和休闲生活的兴起和改变 有了八小时工作制之后 我们开始出现了刚才吴老师所说的家工作空间和公园这样的空间 在这张画的右上角谈论的是风景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西湖市的一个那个中国传统园林 以漫的哲学为支撑的九曲桥 然后各种那个热爱植物的人都号称自己很孤独 然后其实他们形成了一个孤独者的共同体 在历代的这个中国文人们 但是呢在通过竹林期前连向的这个言语 然后连向的那个国家地理杂志和discovery频道所塑造出来的 那个现代的荒野的概念 然后这里连向 对不起 这里连向那个 PC不会用的已经 这边连向的那个越野车运动 连向的青年旅馆 连向的香格里拉 然后导致印度作为那个 作为反现代性的想象 以及连向的台风 连向的原住民 然后从植物园和动物园 这样一种殖民主义的遗产 我们连向的现代体育 连向的那个现代休息 连向的体育变成那个国家政治的 的一种去一种道具 然后在这张地图的右上角 有一个节日的迷宫 就是我们如何构造起我们的节日 以及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从名义也好 到传统景观也好 都编织在一个世界遗产的这个 脉络里面来来加以保护 但是呢在这个广场上 我把这个广场定义为社会的重生的广场 这里有戏台 包括我们的公园里面 曾经有看露天电影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 英国海德公园里面的演讲者角 有那个大陆的公园里面 的那个防空洞 防那个国军轰炸的那个 那个防空洞 那么也有这个 抗议强拆的人和这个 博客作者 在这个公园里面活跃 那么这张地图 我基本上试图通过它来 然后也有NGO在这里活跃 我讲的非常粗劣 那么我希望通过这张地图来描述这个 来描述我们 就是在 在今天 我们所所面对的这个 当我们想到故乡 当我们想到所谓的两岸关系 族群认同的时候 我们面对的一些问题的集合 那么我在03年 开始回中国美院教书 我带学生做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要求每个学生调查 他们家乡的中山公园 那么最后的 卓越的形式是要求他们 为这座中山公园提供一个公共艺术方案 当时我刚来到美院 然后想把社会学 人类学的一些方法 引入美术学院的教学 那随便抛出了一个项目 给学生来操作 在这个项目中 我的想象它应该符合这么一些条件 第一它要连接着 现代和传统 第二要连接着个人和族群 第三个要能够深挖历史的脉络 并且有视觉化的一个机缘 第四呢 每个人身边都有 人人都可以操作 那么中山公园计划 显然是符合这个标准 它从这个龙根到 从那个宗族池塘 到这个中国传统社会 在孙中山逝世那个前后 重新组织成一个 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 然后创造出这样一种 公园这样一种新的公共空间形式 那么它往往是集政治技艺 博物馆 休闲景观 文化 娱乐 体育 图书馆等等功能为一体 那么所以研究中山公园 就可以扩展成对整个这个 现代化历史的研究 那么当然这个跟我个人的经验 是非常深刻的相关的 就是 漳州的中山公园 我曾经读过 陈总明手下的 漳州厦门警备司令部 当时建 中国最早的中山公园 漳州和厦门的中山公园 陈总明建的 的那个PPT 他们的那个策划书 那个书是一个特别完整的 对现代民主国家的 公民生活计划的一个规划 比如说他们在厦门 要盖一个中楼 他们就会说 这个我五国五人 是没有时间观念 而西人怎么样 然后他们去建一个中楼 那么 漳州的中山公园 是一个明清的 这个是一个明清的府衙 然后现在他的 那个府衙现在变成 漳州市的图书馆 然后出现了一个 孙中山纪念史 他的旁边有一块 何应清写的碑 何应清将写的碑 居然文革的时候 没有被砸掉 然后再往前是那个 再过去是 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 然后在门口 就是漳州的一个老城区 我从小就在 漳州的中山公园里面 听那些教我书法的老先生 用闽南话在读古诗 那么有成那个地方 曾经有一块唐朝的 咸通碑 在文革的时候 被红卫兵打成碎片 是我的这位书法老师 含着眼的一片片 去收拾来 尝到了这个 养文楼的楼梯底下 但是现在遗失了 他告诉我是 那个文革期间 他去把那些 那个碑的碎片给 给给给集合了 然后孙中山的向旁边 就是那个 那个 练习蓝音的 作为休闲的人 好 那这个是 一开始对 中山公园计划的想象 然后我开始跟 那个 尼寨勤老师的学生 跟那个 那个罗秀之 来探讨这个 如何可能 两岸的艺术家 包括一些国际艺术家 来一起来做 中山公园计划 他说哎呀我压力非常大 台湾艺术家会很抗计的 那么台湾 台湾在今天的那个 中国的这个微博上 台湾想象是什么 台湾想象已经成了 那个新的小知己大俗 就是我归纳的小知己大俗 过去一些年是 星巴克 iPhone 那个 798是吧 古琴 昆取 宜家 红酒 法语 然后现在的 小知已经变成了 喜欢阿巴拉摩尹 或者草菅迷生 喜欢噪音 或者磁田亮师 喜欢成品书店 喜欢心经 和红衣法师 那么 为什么那个 成品书店 会变成一个 小知们最爱 没有一个人敢表达 自己不爱的 但确实我也爱 我也是小知 那么 它是怎么形成的 这里面 当然包含了 对 那个台湾的 这个解研过程 作为政治经验 对大陆的政治改革 的期待 然后通过 自媒体 来放大成 一种 一种 那个 所谓 宪政的想象 公民社会的想象 的一种叙事 那么这样一种 想象 当然又跟 那个 对台湾的 查到 对大陆的 逆袭 的那个 优质 有品质的生活 想象 融合在一起 然后大家就会在微博上把这个事情给表述成说哇台湾就是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地方那里人最和善环境保护得最好 那么这个呢跟台湾左派对大陆现实社会的失望形成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对照 那么我们开始这个我开始就是当然我一历来就一直跟那个台湾的艺术家朋友有深刻的交往 那么我们就在谈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血缘性是就是这个池塘跟水井对应的是百姓公园对应的是民族国家的公民 那么如果血缘性是这样的古典的族群认同技术其实已经无效了 那么今天的那个民族国家的名号也激励不起共同情感 民进党说孙中山是外国人 那么这个中国的概念也激励不起一种共同情感 那么阶级这样的由那个意识形态所构造起来的这个这个认同感 大家也觉得不那么并今天并不那么安全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们认同的基础 然后我们在台湾有一天开玩笑是因为建宏的那些学生们都在搞独更 然后都在做那些也是反抗强拆的那些工作 然后说我们那个起码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 然后共同的敌人叫做开发商 以及那个勾搭开发商的某些某些那个政治力量 那么这当然是开玩笑 但是事实上呢今天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去建构一种认同 那么我们等于把这个建构的权力拱手让给资本和媒体 因为资本会不断的去构造认同 把我们塑造成为不同层级的消费者 然后并且作为一个团体来展开研究 然后媒体呢把我们想象并且塑造成为大众 让我们单向的我们作为大众来跟媒体发生一个联系 让我们互相之间不关联 我们通过和媒体产生关系 我们和和那个消费产生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如何重新那个意见他呢 也就等于如何重新可以拥有公共场所 然后就可以就涉及到我们如何可以属于社会 那这个是中山公元计划要碰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就OK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构造了一系列的这个项目 所以中山公元计划最后在这么一种气质之下 就我们试图在非民族国家的认同的基础上 去构造出一个对话空间 那么一共做了大概十来个项目 较大的项目较小的项目 包括我们去吴玛丽老师那边高雄师大的一些交流 那么大型的项目包括去年上海双联展 开馆之前在上海中山公园做的这个东墙的档案馆 我们讨论一个那个一个摄影家如何通过多年的工作 成为一个民间历史学家和视觉文化的一个档案建立者 然后在虹桥国际机场 我们汇集了好几代的海龟艺术家的展览 在机场的公共空间去讨论回归出发和回归的话题 然后我们把台湾艺术家和大陆的一群艺术家 搬到了这个闽南的这个土楼 去追踪这个宗族的这个历史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在我们工作过程中 它自动的转换成为 当这个一个地方被宣布为世界遗产之后 如何能够避免使你的生活还保留为一种生活 而不是沦为一种景观表演 那么在漳州我们讨论的是城市记忆 在厦门这样的城市 我们讨论的是这些小青年如何成为潜在的 那个艺术的参与者和接受者 那么乌玛丽老师也在厦门实现了 实施了他的一个新的项目 然后我们在淡水和在台东 我们跟当地的这个原住民艺术家产生了大量的合作 所以中山公园计划也成了第一个把台湾的原住民的艺术 拿到大陆来展出的这个艺术活动 然后在那个淡水 我们和黄瑞茂老师的淡水社区工作室合作 展开了关于景观 从西湖石井到淡水八井 那个影响到整个亚洲社会的景观想象的 这样一个概念系统的营造 那么在上海的当代艺术馆发生过两次中山公园计划的展览 那么所有的这些项目呢 在做的过程中 它的气质慢慢明晰起来 那就是说 我们试图那个 先拿掉这个用民族国家作为认同的基础 然后通过对话 倾听 交谈 人和人直接的交往来建构起一个概念上的公园 然后让这个概念 让这个精神的公园和概念上的公园 重新去占领这个物理实体的那个公园 也就是说只要人群还在 公园才会在 公园在这个天下才会在 天下在这个天下围公之园才会存在 这是中山公园计划的一个状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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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